早安书店 各位听众您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43分了 早安书店今天带您来看看这本杂志 这是好房网 这是一本有关于介绍台湾地区的房地产的相关讯息的一本杂志 我们也曾经多次在节目中跟您来探讨这相关的话题 那么好房网 今天要探讨什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让志平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受访者 这是这个杂志的总编辑 杨清亮 杨总编您好 早安志平 是谢谢总编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房志 我们经常带来看这个相关的杂志 这个内容 带给我们好多好多的资讯 连这个大陆的听众都爱看 谢谢 谢谢你 现在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 前一阵子好房志公布了相关的杂志内容 是说今年的房地产市场的代表字 这个每年大概这类代表字都一个字啊好厉害都可以显示出今年这个所有这个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用一个字来代表 好那今年这个呃我们所公布的关键字是什么呢 是呃冷这个字 冷 第一名是冷 是对 有多冷 有多冷 OK 来我我先大概大概讲一下 是 我们每年的年底的时候都会做呃都会透过网络的票选来做呃来选出这个这个年度关键字嘛 嗯 那那年度代表字那去年的时候的第一名是等 好 等 那等对 等什么呢 等啊对啊 等等等等等价格下跌啦 等警戏回来啦 或怎么样各种解释都有 是 看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今年我们做同样的调查 那到最后面 呃前五名我大概让让志明知道一下 好 前五名是呃这个产 第一个五名是产 然后第四名是跌 哦 对 第三名 哎 第三名是等 等 还是等 呃去年的第一名现在变成第三名去了 是 那第二名第二名是税 税 房屋税啊地价税的这个税 是 睡觉的税 对 那第一名是冷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冷 好 你看哦 五四三二一分别是产跌等税冷 其实这五个字非常巧非常巧 他刚好讲了跟2016的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就是这个模样 哦 嗯 然后再等等什么呢 等税冷 税 房屋税 低价税 这些 还有那个那个房地合一税 这个的效应 我们等他等这个效应冷了之后 台湾的房地产才有机会 是 是 那我们刚刚讲第一名是冷 冷 对 为什么是这个冷字有多冷啊 多冷 对 这个冷其实比今天早上的气温还要冷哦 对 对 我们我们看一个数据好了 呃 市民知道1996年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房屋的移转动数 嗯 就是说买卖之后要去办那个那个那个办那个产业移转 对 那当时的1996年是50.8万动 嗯 那到1996年50.8万动到2004年SARS SARS那时候刚好台湾房地产最惨的时候 嗯 那SARS之后就开始起仗了 就是待会我们可能会提到的就是2004年到2014年大概有十多年的荣起 那那可是那个就是到2006年的时候呢 这个移转动数其实已经不像1996年那么那么高了 虽然开始在涨了 那2006年剩45万 就是一年有45万房屋的移转 那2010年剩40万继续往下跌 那2015年就是去年是29.4万 2015年还有29.4万动 可是今年呢2016年剩多少呢 其实已经破了25万 2016年还没有完 那我们预计今年大概剩24万 哇 那也就是说买房子的人越来越越少 就是买房子的那个那个那个移转是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是从市场上来看 那另外从市场上来看呢 这个其实今年的税的影响其实真的蛮大的 难怪第二名的这个是税子 我甚至本来以为这个税会是第一名 那其实因为税今年是非常特别的 2016年你看 那个从年初了之后刚好是房地合一税上路嘛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到5月的时候 我们讲房屋税 房屋税那时候也整个上来了 那到最近是地价税 那也都是也都是暴涨 那我们来看 就是以房屋税来看 房屋税以前以豪宅来 我们就讲豪宅 一般的豪宅你看 我们举例好了 举这个地宝 地宝以前你说这个这么贵的房子 以前它的房屋税顶多也就是几万 几万块 可是现在的地宝它的豪宅 它的早期了 早期一户地宝大概房屋税 我们说大概8万的10万 那2011年因为调高路段率 就大幅跳升 那去年7月以后 交屋的这种像地宝 这些房屋税 很可能都是 它一年要交50到100万的税 也就是说现在买房子 买房子其实这么难吗 买房子真的很难 那没错 但是另外一个更难是什么 养房子 现在房子你买得起 可能养不起 所以因为这个税的关系 所以房地产的交易 其实整个冷却下来了 难怪我一直听到你们统业在讲 就是做房仲的 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都跟我说 也许 maybe 整个房地产市场里面 一般的民众所购买的这些平价屋 或者是他们消费得起的 就是把所谓的豪宅排除在外 也许都还可以 但是不是那么的好 但最惨的可以说是豪宅 从刚刚总编你告诉我这些事实 就可以验证的出来 是没错 就是豪宅其实今年我们讲 这个重税时代的重宅区就是豪宅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 为您访问的是好房网 house fund 杂志也就是好房制的总编辑 杨清亮 总编 所以您刚刚提到了冷跟税 这个税指的就是指两税合一 是吗 对房地合一税 对 今年年初的时候上路了 两利合一税 这是交易税 这只有交易的时候才会发生 那其实我觉得影响 就是其实你 因为房地合一税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投资客都不见了 因为台湾的房地产 其实是靠三成以上的投资客 在撑 所以那个房地 会有房价连涨了十几年 就是从20 从SARS之后一直涨到2014年的年底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台湾有一段 这个长达11年到12年的房市容紧 其实都是因为有投资客的出现 的存在 那因为房地合一税 因为房地合一税出来之后 因为它的交易成本就大量增加了 所以这个投资客也就却步了 所以很多的资金你就看到 移到海外去 他就去买海外的不动产 那其实我觉得影响更大的是持有税 持有税 持有税是什么呢 持有税就是说你不管房地产有没有卖 你都要缴 比方说什么 比方这个房屋税 今年其实影响很大的房屋税 然后另外也是地价税 地价税问题很大了 问题都很大了 那其实这个讲起来都是讲一两个小时讲不完的了 其实我们大概简单讲 也就是说刚刚提到的税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就是说现在买房地产并不一定是一个获利的一个很好的高地 总编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问 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 他没比会觉得说 他听到这个讯息 大概有个印象说房地产已经降价了 那么他是不是可以进去来买 结果呢 他整个去深入研究的时候发现 正如总编你刚刚所说的这句话好关键 就是说我maybe买得起 我也许买得起 但是我养不起这个房子 那于是乎整个市场就全部这样子瞬间激动 是这样子吗 是现在的现象 其实我们虽然不希望看到这个状况 但是其实他现在是 现在所反映出来的现象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怎么办 你们怎么因应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刚刚在讲税 讲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会把房地产当成一个商品 商品买卖 因为我可能买房地产是为了赚钱 其实事实上 中国人常常在讲 这个叫有土石有材 所以其实买房地产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台湾人的观念里面 所以房地产其实 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其实它也是一个必需品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住 所以我觉得房地产虽然下跌 可是它还是会有基本的支撑 就是你 比方说我们新婚 你走到哪个房子 然后等等的 你总要有一个房子可以住 要屋檐下面才可以避风雨 所以我觉得基本需求还是在了 只要我们把房地产当成一个必需品 所以的话 基本上这个需求是永远都会在了 是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为您访问 是好房网的总编辑杨清亮 请杨总编告诉我们 今年的房地产市场 到底有多惨 多惨 那这个展望明年 这些情况也许短时间内消除不了 那明年怎么办 我很为房地产从业的相关的 像中业业者 我很为他们来担心 他们怎么办 的确 现在 其实很多 大概最近你也看到一些新闻 说有些从业人员 目前也就不是从业人员了 就是以前我们的所谓 就是我所谓的同业 现在可能也都不是同业了 对 那其实每 其实 我用企业来讲 每一个公司 可能看到 现在很多的代销公司 然后中业公司 或者建设公司 那其实都有 都有裁员的现象 但其实 这个不景气的时候 其实不景气刚好是考验 这个企业体制的一个时候了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 一些比较大的 比较好的品牌的从业集团 那其实他刚好是趁这个时候来做个体制的调整 然后也刚好去扩张他的市占率 那业者的话 那其实业者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从业人员 刚好这个时候也 他如果没有被洗出这个市场之外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 他也是一个 我们讲这个调养身心的时候 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去 刚好趁这个机会 那他可以 去让自己 或者跟他来成长 或怎么样 然后增加自己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 不管景气怎么样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遇到不景气的时候 那对个人 对于公司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转型的一个事件 现在的确 的确很多很多好的公司 跟一些优秀的从业人 其实他并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因为竞争减少了 因为他所面对竞争减少了 反而是他扩张的一个 扩张实力 或者是他自己成长的一个好机会 是的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为您访问的是 好房网的总编辑杨清亮 其实在这个好房志里面 这个杂志告诉我们 台湾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正陷入无风新浪 无光阙暗 恐怖状态里面 其实不是 我们也不是要为言耸听 只是告诉大家 目前这个产业 目前正面临到极大的考验 当然 对于想要买房子的人 你当然就是在等 但最后要等到什么地方 等到什么地步 这可是一个大学问 我们有机会 还要请总编跟我们多聊聊 提供大家正确的讯息 让大家不但买到好房子 还要买到可以住的房子 这个真的是很难 对不对 好 我们非常谢谢总编 跟我们的连线了 谢谢您 谢谢 谢谢